截图旅行者啊,可算是上市了,13.99到18.49万的这个价格我只能说不便宜 截图旅行者目前啊,在市面上最主要的对手有三个,哈佛大狗,二代大狗和同门的探索06 几台车里旅行者的尺寸是最大的,因为他多了一个外挂的备胎,但是2米8的轴距啊,还赶不上二代的大狗 旅行者最大的卖点其实就是颜值,那从概念车亮相到量产车上市 旅行者是一如既往的漂亮,车头部分在国内绝对数一数二 车身大气方正甚至比坦克300更加的硬派,除了CD柱那个比较怪异的角度之外 其他部分几乎就是完美,假如说你就喜欢这种风格,那么旅行者肯定会对你的胃口 旅行者车内呢一样的很讨喜,大气硬朗横平竖直还特别的有科技感 座椅扎实体感舒适,而动力方面选择也相对比较丰富 1.5T和2.0T,7DCT和8AT两套动力总成 XWD全智能的四驱 但是旅行者和其他的几个竞品相比确实没有太大的优势 13.99也就是14万的低配,其他车去买中配甚至是高配还有富裕 而且呢同价位相比的话旅行者的低配轮毂是18寸的 没有前后排的头部气帘,没有L2级的自动驾驶辅助 没有自适应远近光,没有全景天窗座椅电动调节 座椅加热通风等等,很多的配置 好在科技配置还高一些 正是因为有这些差异,所以才说旅行者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那这台车最适合的就是颜值档 喜欢旅行者造型的可以直接入手 那想要颜值性能兼顾的最好是别头脑发热